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主席同比奥总统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中赛友好 远远流长 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 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高效合作 在世界和平和发展等议题上密切协调 在抗击埃博拉疫情 新冠疫情时共克时间 中赛关系堪称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 中方愿同赛方一道 巩固高水平政治互信 推进务实互利合作 加强国际和地区事务协调 推动中赛关系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 中方坚定支持塞拉利昂人民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愿同赛方加强治国理政交流 继续相互支持彼此重大关切 维护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中方愿为塞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 人力资源等领域发展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鼓励支持中国企业赋投资兴业 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事务中的合作 共同维护非洲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 欢迎赛方积极参加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 中非人民命运与共 中国始终把发展同非洲国家团结合作 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 中方将秉持真实侵诚理念 加强同非洲国家相互支持和友好合作 将支持非洲工业化倡议 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 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 同非盟2063年议程 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紧密对接 把中国的发展 非洲的发展 世界的发展进一步结合起来 推动中非合作提制升级 推动世界走向和平 安全 繁荣 进步的光明前景 中方愿同包括塞拉利昂在内的 非洲朋友一道 办好今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会议 将中赛中非友好发扬光大 比奥表示 中国是塞拉利昂信任和依赖的朋友 双方始终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拥有深厚传统友谊 塞方感谢中方 为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大力支持 高度赞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实现跨越式发展 推进民族复兴 中国经验 为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 提供了深刻启示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 对促进全人类共同利益产生广泛积极影响 赛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 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 同中方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拓展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 教育 公共服务等领域合作新空间 为赛中传统友谊注入新动力 推动赛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进一步发展 赛方愿同中方 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 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农业经济发展 落实全球发展创意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拉利昂共和国 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当晚 习近平和彭丽媛 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为比奥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文字幕后